就是中官派的思想 可能总结起来是这样子 再来是唯士派的看法 唯士派认为涉及是功德的这四个句子 是指一切的事物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我们给它加上了大量错误的概念 这些概念是根本上都不合理不存在 但是呢事物本身呢是持续在运行没有什么问题 这就好比我们不小心把绳子看成一条蛇 看到的那个蛇根本就不存在 但是呢绳子仍然是绳子 就没有什么问题 唯士派的说法是在中官派之后提出的 因为许多的人呢听了这个中官的思想之后 误以为所有的事物都有空这样的一个面向 所以是不存在的 因此呢维士派来告诉我们呢 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都有太多的误会 或者误解 所以看不到事物本身 但是这并不是说事物本身没有存在的 就跟我们昨天谈掉的那个样子 如来藏学派的一个呢 接下来是如来藏学派的一个看法 如来藏学派的看法呢 如来藏学派认为真正的空性 是佛的智慧跟那个智慧的对境 才是真正的空性或者真实存在 但是我们完全不了解这样的对境 所以开始投射出了种种的幻想 这些幻想根本上不存在 完全是幻觉 就好比有这个 好